哪来的发动机 特斯拉Model Y真的实用吗 三天上下班实录 我们今天出门现在电量是89% 上下班每日就50%到90%之间 除非你要长途出去玩了 你就充到100% 然后昨天放了一天掉了1%的电 今天是收垃圾的日子 所以一排垃圾桶对我们夹到欢送 上次说一个特别好玩的就是之前看新闻 上面说什么特斯拉车主在高速公路上睡觉 我觉得这个是很不现实的 因为如果你真的睡觉你不去扶方向盘 其实车会报警的 我们可以测试一下 但看一下如果不扶方向盘 我真的在车内睡觉 这个车会做什么反应 开始鸡胸啊 对到了一分钟开始鸡胸 我要放方向盘了 你看我所有没办法完全在上面睡觉 我的手还是得搭在方向盘上 然后如果我常见不大 它就开始抱紧 开始出现两双手 抱紧 滴滴 稍微给它立 代表你有在控制这个方向盘 而不是这么轻 就是搭在这完全不动 因为你搭在这完全不动 也可能代表你睡着了 它就是说 法律上并不允许 你司机完全不注意这个车 当然在未来可能会实现 在未来 不是那个未来 它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中 它也需要成千上万次的试验 然后最终才能开发出 无人驾驶的终极状态 剩82% 我们用了7%的电 一路上把我手机还充满了电 我现在要去送外卖了 这里在华大 应该是个学生公寓 这一代麻辣小龙虾 其实这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个功能 就是因为现在跟车时间 其实还蛮长的 正常来说 你就得一边踩一脚油门 踩一脚刹车 踩一脚油门 踩一脚刹车 其实我觉得这个车 如果一开始没有花时间 去设置和适应它的话 你肯定会觉得很多东西你不习惯 你根据你个人的体验 我觉得特斯拉这一点还是做得很好 它把模式都给你了 你想要什么样的 你去按照你自己的舒服程度去设置 像我喜欢开快车 我喜欢速度与激情的 我就会调的稍微运动感强烈一些 好沉 但是你要说完全不晒怎么可能 它毕竟是块玻璃 可是你可以直视太阳 你觉得都能直视太阳的这块玻璃 肯定已经起到很强的 阻挡光线的作用了 送外卖到现在电量还剩77% 我现在又要去送一个外卖 平常都是别的司机来电里去 很少有人会找我们去送 我们现在开始去送第二单外卖 离这1.5麦很近了 在Downtown 可以看一下我电量是77% 我真的是服了 他们又开始封路了 还自己只会交通 没谁了 他们把整条街都封了 现在 趁着他们还没游到这条路 这条路也被他们堵死了 我真的是没谁了 希望我能从这个口出去 不行啊 这个口好像也不行 我知道了 从那边绕了 真是把我逼到无路可走 还好我对唐人街地形比较熟悉 老规矩等我回来 我回来了 我再一次遇上游行队伍 第二次外卖回来 我们还剩75%的店 现在我们要去特斯拉的店里面 拿回我们的充电插头 取车的那天那个熟悉的地方 他们确实把充电包给忘了 这东西还蛮重要 按理说当时应该放在我的后备箱里 这里面就是一个转换插头 这个是可以适应到现在有些别的牌子的 各种的充电桩 然后这个插上去以后 就可以插在家里的插座上了 好了 我把这个放后备箱 我们就回去了 我又要去送外卖了 现在电量是63% 现在已经是5点23分 刚才4点钟的时候 我们还去了Restown Depot 买了大概有20箱的东西 我到了太不容易了 我们还剩61%的店 现在我们回去 还得开9点阿门 大约半个小时 下班了 忙了一天10点钟晚上 还要57%的店 我们今天晚上不充电 看明天够用到多少 好 走 大家了 他47%的店 发生10点08分 46%的店 开启我们的新一天 今天是7月4号国庆节 所以路上已经没什么车 每天上班要开大约30分钟 25毫升 然后昨天晚上我看了 就是这个车有个叫哨兵模式 就是你车停在那 只要有人靠近你的车 或周围发生动静 他就会立马录像 我又要去送外卖了 我们还有39%的店 315 First Avenue North 人还蛮少的 好 我们现在回去了 还剩38%的店 然后回去要开11分钟 我们还剩37%的店 10点晚上终于下班了 耶 下班了 我们还有35%的店 没有 好 它减速到那车减速了 我还在加速 好了 我们到家了 然后我们看现在电量 还剩25%的店 我们明天要挑战 这25%的店 没够我吧 明天有个外卖就不够了 就是要挑战一下 我的天 早上好 今天我们只有24%的店 我们要挑战今天一天的用量 希望我们能顺利回来 10点26分 眼光好好 好适合睡觉啊 昨天晚上又有好多那个 示威抗议者读那个i5高速公路 然后有一辆车就突然很快开过来 嗯 大概是八九十麦的速度 然后根本就来不及刹车 他就从边上到超过去 结果前面都是人 卡连去撞飞了两个人 我的妈呀 对 而且开车的还是个黑人 黑人撞倒了 黑人命也是命的示威者 我正好利用下坡 我尽可能的反向充一点电回去 24% 看我下坡这个坡能不能充到25% 哎呀 哎 25 25 充回来了 你撞到了 顺利到停车场上班的地方 我们还剩18%的电 好像比我们出来预计多一点 我觉得这要归功于我们刚才出门下的那个大坡 我要去找一个能侧方位停车的地方 我们让他开过来两步 这次也可以快了吧 哈哈 再快一点 你再快一点吗 你现在正在动吗 对啊 你再快一点吗 我们自己走过来不行吗 哎呦 我的妈呀 下班了 现在是9点49分 我们到家的话还能剩7% 当然我们还能往返跑 再跑回来的话还能剩1% 上坡前我们10%的电 上完坡就剩8%了 我昨天特别有意 瞬间想冲下楼把充电桩插上了 然后对着镜头说我放弃了 8%到家了 可好说 可好说电池很电量低了 挺好 三天那个测试结束 成功 嗯 拜拜 拜拜 我们家里是好应该就12000瓦左右的电 240伏 6小时15分出门 嗨 我是浩哥 十分荣幸和你相遇 再次感谢大家的订阅 转发和支持 We only part to meet you again 拜拜